6.经济增长的黄金绿文态 我们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稳态是不一样的 经济稳态下的人均资本人均产量人均消费取决于不同的前提条件 比方说和进入进步有关和储蓄力有关和人口增长有关 我们考虑一下储蓄对稳态的影响 储蓄力不一样稳态条件下的人均资本人均消费人均产量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稳态增长中 是否人均产量越高越好人均资本越高越好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原因在于如果人均产量越高人均资本越高意味着折旧越大 这就意味着要维持较高的人均资本或必须有较高的储蓄力 所以相应的就博多了人们的消费水平 这就意味着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带来了更低的人均消费 相应的如果储蓄力低一点 稳态条件下的人均资本存量少一点 人均产量少一点 可能反而人们的人均消费水平会高一些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计算一下 什么样的储蓄力能够保证每一年人们的人均消费水平打得最大 当然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强调 并不意味着人均消费水平最大就是最好的 不一定是这样的 有可能一个国家它的目标并不在于当期的人均消费最大 而在于今后的经济扩张经济繁荣 今后的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他希望今天高储蓄低消费 再来明天的高产出 所以并不意味着人均消费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在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以人均消费最大做一个标准 我们计算看一下什么样的储蓄力 能够满足每一年稳态的时候 人均消费最大 人均消费量的大小是取决于 人均产量和人均储蓄的 两个的差值是人均消费 也就是说人均消费C等于FK减去SFK 我们要让人均消费最大 实际上就是要让FK减SFK这个表达式最大 我们用公式来描述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max 也就是让FK减SFK最大化 我们选择一个储蓄力S 让人均消费最大 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经济最终会迈向稳态 也就是最终会迈向DataK等于0 换句话来说 我们选择的储蓄力一定是要受到DataK等于0的约束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要找到一个储蓄力 使得人均消费最大 稳态时候的人均消费最大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十字 在SFK减去DataK等于0的条件下 来使得FK减SFK最大 为什么要需要有这个约束条件呢 原因在于我们寻求的是稳态条件下的人均消费C最大 寻求的是稳态条件下的FK减去SFK最大 所以必须有一个约束条件 这个约束条件就是DataK等于0 或者说SFK减DataK等于0 其实我们也知道 如果没有这个约束的话 人均消费什么时候最大呢 S等于0 没有储蓄 我把当年的产品全部消费掉 这个消费量是最大的 可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各个时期是动态关联的 如果我今天把产量全部吃掉 全部消费掉 我就没有资本积累 明天的资本就会损耗 明天资本量减少 明天的产出就减少 那我明天的消费就减少 一年一年的资本不但减少 因为没有储蓄 没有投资 资本最终会减少为零 最终我就没有消费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储蓄力为零 我们必须保证用储蓄来密补损耗的资本 来维持一个稳态的资本 保证每一年有资本有产量 保证每一年的人均消费不变 基于这个考虑在公式描述上 就是我们在这看到的在一个约束下使人均消费最大 至于它的条件其实很简单 我们求一间条件 在约束条件下我们求它对S的导数为零 通过运算我们在客户可以运算 我们得到下面的式子 就是Data等于FPS乘以K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没有考虑人口增长 没有考虑技术 我们尽量的让这个模型简化 这样的话 在没有技术进步 没有人口增长的时候 人均消费最大的储蓄率 它要满足的条件是Data等于FPS乘以K Data代表的是折旧率 FPS乘以K 我们都知道这是FDK的偏导数 实际上就是人均资本的编辑产品 我们把这个式子 也就是Data等于FPS乘以K 换成经济学的含义 就意味着折旧率等于资本的编辑产品 也就是Data等于MPK 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图 来说明刚刚用到的模型的含义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有两个稳态 一个是较低水平的稳态 人均资本量是KA型号 产量在A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较高水平的稳态 人均资本存量K2型号 产出水平是B点 它们两个分别对应的稳态点 E和F 然后我们看到 在产量比较高的水平上 人均资本为K2型号的时候 人均消费量反而少一点 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 我们可以看出来 人均消费量是BF 而另一方面 当人均资本适当的少一些 人均产量适当降低一些的时候 我们发现 人均消费量反而要高一些 是A1 A1的距离 很明显 目测一下可以看出来 A1是大于BF的 那这也就说明 较低的产出水平 它带来的消费 反而比较高的产出水平 带来的消费要多一些 道理很简单 较低的产出水平 是通过较低的储蓄率 维持的 所以尽管产量较低 但是储蓄率较低 那么人均消费反而会高一些 这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在各种稳态的点中 各种稳态的产量中 选一个出来 找到一个人均消费最大的稳态 条件就是折旧率 等于资本的编辑产品 我们利用这个头来说明 折旧率和资本的编辑产品相等 Data等于MPK 在头型上面 是怎么体验出来的 这个头里面的重轴 代表着人均产量FK 代表着人均折旧DataK 横轴代表的是人均资本 和以前一模一样 另外我们知道 在稳态的时候 在稳态的时候 人均储蓄一定在DataK上面 一定是和DataK相交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把人均储蓄取言汇集出来 我们只需要知道 稳态的时候 人均储蓄就在DataK上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人均消费量什么时候最大 人均消费量意味着 稳态时候的人均消费量 其实就是人均产量 减去折旧 减去人均折旧 因为稳态的时候 人均折旧等于人均储蓄 在什么时候最大的呢 我们给出来的是在 这个虚线上面 你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最大的 而最大的前提是什么呢 一定是向右上方延伸的直线的DataK 应该和这一点所代表的产量 产量位置的 它的窃线 两者一定是平行的 我们绘制在一条窃线 两者是平行的 只有在这两者平行的时候 这个差距才是一个最大的 这就是黄金率的人均消费 然后我们知道 向右上方延伸的DataK 它的邪率是Data 然后我们知道 在FK的上面的每一点的窃线 它的邪率 其实就是资本的边境产品 MPK 所以这样我们看到 在FK的窃线 和DataK平行的时候 如果资本存量 稳带点正好在这一点上面 这一点所代表的DataK 它的邪率Data 和这一点所决定的产量 这个产量位置的窃线 它的邪率两者相整的时候 这个差值是最大的 这就是黄金率的人均消费 那么这样就说明了 MPK等于Data 然后从这个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要保证FK上面的窃线 和DataK平行 也就是我们选择一个K星号 然后它决定一个产量 在产量的位置上 窃线和DataK平行 使得这个C最大 人均消费量最大 前提是我们必须选择一个 合适的储蓄率 使得人均储蓄曲线 正好在这个K星号的位置上 和DataK相交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既定的储蓄率 我们把它绘制到这个位置 这个储蓄率就是黄金率的储蓄率 我们看一下这个曲线 在这个曲线里面 我们看到的结果 当资本存量在K星号 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是黄金率的人均资本存量 它所带来的产量水平 在这个上方一点的位置 在这一点的折旧 损耗掉的部分 在B点 同时我们也知道 要想让B点成为稳态 要想让B点成为稳态 人均储蓄曲线 必须从这穿过 也就是说SFK 必须从这穿过 这就意味着 在FK的技术之上 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储蓄率 这个储蓄率我们叫做 黄金率的储蓄率 保证SFK从这穿过 那么这个储蓄率 Sgold 这就是黄金率的储蓄率 B点 这样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 形成的储蓄是 B点的距离 正好把折旧给 密补掉 然后剩下的部分 C型号 gold 这个部分是 人均消费 而且这个人均消费 是稳定的 因为下个时期 还是这个人均消费 这样我们就找到 一个合适的储蓄率 然后我们归纳一下 我们想找到的 这个储蓄率 Sgold 就是储蓄率 要保证什么呢 要保证 它在和DataK 相交的时候 在交点的位置 B点 在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位置上 所带来的产量 人均产量A A点的编辑产品 也就是FK 在A点的协率 正好和Data相等 这样才能保证 人均消费最大 所以这个图形里面 其实已经说明了 要保证Data 等于MPK 等于资本的编辑产品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一条窃线 它的斜率 就是MPK 然后这条直线的斜率 DataK直线的斜率 就是Data 所以Data跟MPK相等 然后这个直线距离 这个纵向距离 是最大的 这就是 这就是个黄金率的消费 然后我们有黄金率的 黄金率的投资 黄金率的人均资本 以及黄金率的储蓄率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理论 我们用一个假设的 具体的函数 胜价函数 以及假设的数字 来计算一遍 我们把能够保证 稳态时候 人均消费最大的 这种黄金率的增长 黄金率的人均消费 把它找出来 看一看 什么样的储蓄率 能够保证 稳态时候的人均消费最大 也就是黄金率的人均消费 把这种储蓄率找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描述了 不同储蓄率条件下的 稳态时候的人均资本 人均产量 人均消费等等等等 前提是 我们给了一个具体的 生产函数 Y等于根号K Y等于K的二分之一次方 同时在这里面 我们假设 代价等于0.1 折旧率总是等于10% 但是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给出了不同的储蓄率 从0到0.1 一直到最后的 百分之百的储蓄 1.0 最后一行 1.0 在每一个储蓄率水平下面 我们都可以计算出一个 稳态时候的资本存量 K信号 人均产量 外信号 还有稳态时候的人均消费 C信号 我们想做的是 把C信号最大的C信号找出来 我们看一看 最大的人均消费 C信号 它所对应的S 对应的储蓄率是多少 什么样的储蓄率 S 能够保证 C信号 人均消费 在所有的人均消费中 是最大的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里面 我们干脆 从储蓄率等于0.2开始 也就是从第三行开始 我们看一下 在第三行里面 由于假设 经济体里面的储蓄率是 0.2 我们可以由此计算出来 稳态时候的资本存量 是4 人均资本量是4 根据生产函数 更好K 产量水平 人均产量是2 4个资本量 10% 0.4个单位的资本量会损耗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期损耗掉0.4个单位的资本 那么新形成的资本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 因为储蓄是0.2 产量是2 两者相乘 我们把产量的20% 用于储蓄 正好是0.4 新形成的资本 是0.4 这个0.4就密捕了 因为折旧Data带来的资本损耗 所以下个世纪的资本存量 仍然是K信号等于4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的人均消费是1.6 但是这个1.6 我们比较一下不同的储蓄率 这个1.6并不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发现 当储蓄率为0.3的时候 人均消费是2.1 要比1.6要大一些 人均储蓄率是0.3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计算 储蓄率为0.3的时候 30%的时候 人均消费2.1 仍然不是最大的 1.6不是最大的 2.1不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满足 我们前面给出的条件 资本的编程产品 MPK等于折旧率 Data 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当储蓄率为0.2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MPK减去Data 等于0.15 并不等于0 同样的道理 当储蓄率为0.3的时候 人均消费为2.1 但是MPK减去Data 等于0.067 仍然不等于0 所以根据条件 人均消费量不是最大的 根据条件 我们会算出来 MPK减 Data等于0的时候 人均消费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储蓄率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到 储在下面这个位置上面 也就是储蓄率是50% 0.5% 当储蓄率是0.5%的时候 资本存量25 稳态的 产量水平5 稳态的 由此我们得到的人均消费是2.5% 而在这种水平上面 折旧率和资本的编程产品正好相等 因为我们可以算出来 资本的编程产品正好等于0.1% 和折旧率0.1% 两者相等的 所以满足黄金率增长的条件 人均消费最大的条件 Data等于MPK 这个时候的人均消费是最大的